夏小兰赶紧给汤洪恩倒了杯茶润嗓子 叫饭店送菜这种小事 不用他亲自去 自然有小王去跑腿了 汤洪恩简单讲了讲英金川的来历 这人极为聪明 对数学有天赋 后来进入银行系统上班 就是太有本事了 遭人妒忌 再加上前些年的大动荡 英金川家里遭了难 他有个在高校当老师的妻子 夫妻俩一直没有孩子 感情却非常好 只是妻子没熬住 在动荡那几年病逝 英金川当时就大受打击 我知道他很后悔 后悔最初那两年 没有带着妻子出国 他原本有避开混乱的机会 但当时没舍得抛下家人 去年英金川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了 下放到哈省农场的老父亲却已病逝 没能等到英金川去搭救 所以 上无老 下无小 这就是个截然一身的孤独者 他没有兄弟姐妹了吗 夏小兰心想 还真是人以类聚 英金川和汤红恩之前的情况挺像 不过汤红恩比他强的是对儿子有个盼头 还在事业上有追求 看英金川对佛系的样子 在事业上追求也不大 一个无所求的人 自然没有努力拼搏的动力 难怪英金川很佛系 汤红恩摇头 不知道英金川到底是没亲人了呢 还是这问题不好说 汤红恩说英金川在银行上过班 夏小兰可不会简单的理解在银行当贵员 应该是真大佬无疑了 对银行的弯弯绕绕 不仅吊打夏小兰 还吊打许多年轻的后辈 夏小兰真的很好奇 英金川当年具体是干啥的 不过有这个资历 难怪英金川能把启航的抵押贷款做到1600万 功劳是英大佬的 别人却以为当中有见不得人的交易 真是想太多了 那霍成周要主动借钱给我 我就拒绝他吧 我还想着答应他那边 拿东风控股的前板银行的贷款先还上 汤红恩看他一眼 道 然后把潘义军交出去顶纲吗 你办事还是太注重短期结果 毛躁 东墙坏了补东墙 西墙裂缝又转头补西墙 幸好夏小兰也就是做做生意 他要想到体质内求发展 汤红恩不赞成 夏小兰油滑得很 汤红恩一早就知道 嘴上说他 其实嘴角都不由自主翘起了 夏小兰是在替他考虑 怕他牵扯到这次的贷款事件里 拿货成周的钱还贷款 自然就能把他先撇开 汤红恩是怎么回报夏小兰的 吃过小王叫回来的饭菜 把夏小兰赶去上学了 让他最近三天都不许出校门 三天后你再看结果 就该明朗了 不要整天不务正义 夏小兰那个幽怨啊 真莫不是怕他打搅到老汤同志和他妈出对象 故意给他下了进足领 汤红恩还叫小王送下小兰回学校 这样的关心爱护 分明是要连小王都要打发走 然后 他骑了夏小兰那辆低调的二手自行车出门 惹来左邻右舍的打望 邻居赵大爷就认识他 这就是来刘家最勤的中年男同志 赵大爷和他打招呼 汤红恩也回应 他一路哐当哐当骑出胡同 整条胡同都知道刘家来了课 坐小轿车来的 从刘家骑了辆自行车出去 这个真不见外啊 等汤红恩找到刘芬 又把自行车扔在服装店 搭坐刘芬的血铁龙回来 胡同里还有谁不知道这是刘芬的对象 看来 刘家很快又得请客了 赵大爷提着鸟笼子 忍不住咽了咽口水 他说刘家要办喜事 其他下棋的老大爷们都很赞同 老同志也是男人 格力友情和众议某个女同志的眼神 真当他们分不出来啊 那就是刘芬的对象 好家伙 人是体面有派头 肯定是个人物 刘家是干个体户的 人家也没掩饰过 一开始 还有人说点酸话 特别是刘芬有了车后 但酸话说的再多 刘芬的店也没垮 生意规模反而扩大了 这左邻右舍的 谁能保证没有求到别人头上的时候 单身女同志 长得再漂亮些 独自做着大生意 自然闲话多 说酸话的也无非是 拿着一点来攻击 说刘芬长得好看 还有不少钱 肯定不是正经人 要赵大爷说 就是害了红眼病 别人日子过得好 羡慕下眉毛病 极度造谣就不对了 还有看刘家三个女人 有钱无权 想要替刘家花钱的 就给刘芬介绍对象 刘芬都推掉了 与奶奶磕着瓜子说 刘芬是有对象的 不用邻居们操心 赵大爷恰巧见过汤红恩几回 汤红恩和刘芬两人瞧着一次比一次亲密 那些有小心思的人 真是眼睛瞎掉了 假装看不见 赵大爷觉得刘家很快要办喜事 隔壁客厅里 刘芬和汤红恩挨着桌子 一头坐了一个 明小菊说车子脏了 也不顾天气多冷 提着一桶热水洗车去了 客厅里就只有刘芬和汤红恩对坐着 阿芬 你有没有话要对我说 其他女人 这时候不是该告状了吗 至少要问问盛轩是谁吧 阿芬可真诚得住气 刘芬看她一眼 你怎么又往京城跑 不是说好了我去阳城的时候 你就去阳城 不能耽误工作吗 这是两人的约定 刘芬每个月雷打不动 至少要跑一趟阳城 有时还跑两趟 她和汤红恩见面的机会 比夏小兰和周成还多 汤红恩工作再忙 人却是自由的 两人也约好了会在阳城见面 除此之外 汤红恩每天都记得打一次电话 有时是早上七点前 有时是晚上九点后 感情的热度是稳中有声 年糊程度不比年轻人少 刘芬和汤红恩说话 自然也越来越随意 有时想着她是市长 可市长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 大多数时候 刘芬会忘了汤红恩的身份 比如这时候 汤红恩忽然给制造惊喜 明明早上打电话还没说要来京城 中午就出现了 有啥话在电话里说不就好了 这人真是奇怪 汤红恩叹气 我当然要工作 只是我忽然得知圣轩来找过你 而你又没告诉我 我就担心你误会 工作也没法专心干 就想着来找你解释 你和我吵闹吧 我肯定心烦 你一声不吭不吃醋 我这心里也不太舒坦 阿芬你说我是不是生病了 刘芬闹了大红脸 明明说话语气一本正经 怎么感觉是在调戏她 女儿都念大学了 还动不动就脸红 一些人可能觉得做做 汤红恩却完全不这么想 是刘芬性格太真了 她没有遇到过这些 汤红恩对她说的话从来没人说过 这些都是最自然的反应 没有虚伪 没有面具 汤红恩只觉得弥足珍贵 原来说两人是合适 刘芬很安静 很会照顾人 适合过日子 类似的想法早抛到了脑后 她的确是华国传统型的贤妻良母 但又不仅局限于此 在被打上贤妻良母的标签前 刘芬首先是个有自己思想的个体 汤红恩不想仅限于将来回了家 她把衣服递给她 她给她摆好了晚饭 那样的家庭温馨很可贵 是她原本求而不得的 人就是太贪心了 汤红恩现在追求到还有两人思想上的交流 她得弄清楚刘芬的心思 也希望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刘芬 看见刘芬脸红 汤红恩追问 阿芬 你真的不吃醋吗 还是不高兴了 却自己生闷气 没有告诉我 刘芬迟疑 我可以不高兴吗 没有女人遇到这种情况 会一点都不介意 圣轩长得那样漂亮 还对汤红恩一往情深 但人家也没跑来骂她 客客气气地打过几次交道 又说了再见 刘芬说不出哪里不对劲吧 她想讨厌圣轩 愣是没有找到讨厌对方的理由 毕竟 圣轩从头到尾都礼貌客气 她若是计较 还成了她的不适 夏小兰说要告诉汤红恩 刘芬还拦着 她内心很矛盾 一方面挺信任汤红恩 另一方面也不想叫汤红恩看清 好像她连这一点事都处理不好 这时候被汤红恩一勾 那点不高兴就犯上来了 压都压不住 汤红恩心想 果然如此 她道 你当然可以不高兴 我不是说过吗 要不要理谁 全看你的心情 谁惹你不高兴了 那你就可以不搭理她 你得让别人知道他们做错了事 惹到你了 那他们为了避免下次惹怒你 就不会再干惹你生气的蠢事 这些人里也包括我 当然 我希望自己能有点特权待遇 不要等下次再让我改正 咱们好商好量 当场就把话说开了 不留疙瘩 好不好 汤红恩就像别人上课 道理讲得深入浅出 谁能不明白 刘芬离开农村 其实就是张白纸 夏小兰在教她做生意 与奶奶教她为人处事 李凤梅告诉她女人要泼辣 甚至是服装店里的客人 她遇到的每个人都有东西交给她 她吸收柔和了这些东西 才能快速成长 别人教的 刘芬都吸收了好的一面 直到遇上汤红恩 汤红恩一开始喜欢她老实善良 如今好像又嫌她太老实 怕她会因此被人欺负 居然一直在教她腹黑 教她任性 刘芬品过外来了 你是在教我告状吗 不 不是这样啊 是在教她有事多沟通 不要把委屈憋在心里 哪天爆发了就是秋后算账 矛盾一点点累积 气得太狠就把她给踹了 别人肯定舍不得踹她 不管喜不喜欢 结了婚就是市长夫人 刘芬却绝对舍得踹 她若不是市长 刘芬之前恐怕也不会迟疑 那么久才答应她 不过刘芬说的告状也有几分意思 李同志回家 有几个不爱告状的 今天被婆婆刁难了 被单位同事说闲话了 朋友之间攀比了 女同志在外面受了各种委屈 不得回家撒个娇啊 也不一定是指望家里男人真替自己出去干假 只要和他站在一起 摆出同仇敌忾的态度就行 汤红恩斩钉截铁点头 对 我就是在教你告状 谁认你不高兴了 你若是不说 我也不一定每次都能猜对 你告诉我了 不是给我们大家都省时省力吗 道理是这样 但和于奶奶交的有冲突 于奶奶说 女人面对男人的甜言蜜语得有所保留 众议女人的时候 絮絮叨叨的每一件小事都听得津津有味 说话做事都好有趣 当感情又浓转淡了 同样的小事说的多了 就会嫌你人唠叨 到底谁说的才是对的 刘芬现在还没办法判断 汤红恩这么有诚意 就先试着听他的吧 等他嫌烦的时候 自己不说就好了 我是不太高兴 你没有提前给我提过圣轩 他自己找上门来了 还要明小菊提醒我才知道他是谁 但你真要特意给我提这个人 我可能还是会不高兴 会觉得你在意他 会疑心你为啥不选圣轩 人长得漂亮 学问高 工作也好 还是个没嫁过人的大姑娘 圣轩条件太好了 有他这样的人摆在前面 你咋看上我了 这就是吃醋吗 那自己的确是吃醋了 刘芬毫无知觉 他没感觉到随着不断的学习和充实自己 他说话变得越来越有条理 从前这种感觉不是没有 下家给他的委屈够多 但他说不出来 说出来也不会有人重视 逆来顺受惯了 生气和委屈 不知道该如何表达 是啊 我怎么看上你了 圣轩一个大美人摆在我面前 对外宣称非我不嫁 年纪比我小十多岁 还是个没结过婚的大姑娘 我和他说过的话 还没有和你打一通电话说得多 大部分还是在他小时候说的 他那时候经常在送家玩 你说他又是看上我什么地方了 如果我不是市长 就是个普通的工人 他还会看上我这个离过婚 大他十几岁的老男人吗 刘芬仔细想了想汤红恩的话 也觉得不可能 你要是普通的工人 谁把圣轩介绍给你 谁就是在乱作媒 刘芬说得直白 汤红恩看着他笑 所以你还不明白吗 我选你是因为我有把握 哪怕我不当这个市长 只要咱俩看对了眼 阿芬你还是会嫁给我 我不是说你比圣轩差 而是你比他更容易满足 权势就像烈酒 会让男人迷醉 汤红恩自然知道自己说话管用 不是他能讨所有人喜欢 而是他恰逢其位 他身边大部分人都在讨好他 汤红恩可不想整边人都在算计他 这是刘芬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你要说他不安事事吧 闺女都上大学了 从前也过得糟心 见识过世俗人情的黑暗面 他可以顺理成章的变坏 是这个世界先辜负他的 但他变了吗 汤红恩觉得 刘芬的变化是在往好的地方变 他能坚守本心 难能可贵 刘芬被汤红恩夸得不好意思 他想说自己不容易满足 汤红恩却仿佛已经看透了他的想法 又道 我说你比他容易满足 不是说你要求低 盛轩那种女同志 自己优秀 还想找个比自己更强的男人 这不是错 只是我恰好不喜欢这种女同志 但你优秀 你想找个对你好的 而不是一定要比你强的 从这点来说 刘芬和夏小兰 绝对是亲母女无疑了 这母女俩看起来性格差异再怎么大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别人是嘴上在喊男女平等 刘芬嘴上不说 却在践行这种宣言 他不是一定要依靠某个男人 以前是糊里糊涂嫁了人 如果叫刘芬再次结婚 他只会挑自己喜欢的 能打动自己的男人 汤红恩也是慢慢接触 才更了解刘芬 有些东西 甚至刘芬自己都没总结出 条条框框 他却已经透过现象 看到了本质 这恐怖的洞察力 用来观察刘芬 大才小用 这种待遇也是没谁了 刘芬被他说的一句话 都反驳不了 好半天才发现 自己又被汤红恩给带歪了 盛轩调到鹏城去工作 他见过你吗 这个问题是必须要严肃澄清的 汤红恩一点马虎眼都不能打 当然没见过我 我也不会想见他 如果他不来找你 我都不太记得这个人了 他对我的生活无关紧要 这才是我没有向你提起的原因 肯定有很多人不想我们在一起 圣轩在我这边 还不如之前追求你的马所长 人家骑马帮助过你 而我又不需要圣轩帮忙 阿芬 我们把这一页翻过去好不好 一起研究下 以后怎么杜绝这种情况出现 汤红恩好像真的在绞尽脑汁的想办法 刘芬听他提起马所长 就有点心虚 没确定关系前 马所长总在刘芬念前晃荡 他也没向汤红恩说过 自己主动提追求者 好像是很奇怪 这样一想 就能理解汤红恩不主动提圣轩的做法了 这种情况咋杜绝 两人本是坐在桌子对面 不知啥时候 汤红恩已经很有心机的 换到了刘芬身边的椅子上 他靠得很近 还颇为神秘的压低声音 道 其实我一直有个好办法 就是不知道你同不同意 二分你早点嫁给我 再来变成了夫妻 再来十个马所长 八个圣轩 都不碍事 结婚 不对啊 不是说好暂时不结婚的吗 刘芬瞪他一眼 这算啥好办法 不 不行 我还不想结婚 刘芬显然是乱了阵脚 这种时候 绅士会撤退 不会趁机欺压一个 善良淳朴的女人 但汤红恩是绅士吗 绅士是要打一辈子光棍的 刘芬一退 汤红恩反而更近一步 人也靠得更近了 寻寻善幼 为什么不想 结了婚 我们也可以暂时不搬到一块的 我在鹏城工作 你在京城开店 你每个月去扬城两次 我每个月至少保证到京城一次 就是拿个结婚证 对我们现在的生活被影响呀 我也不会阻止你照顾小兰 反而我疼她也有了明目 外人不会乱猜测 你看 我们早点结婚 怎么看都全是优点 你说对不对 是很有道理 还不影响现在的生活 那一瞬间 刘芬真的是被汤红恩蛊惑了 如果不是明小菊 恰好走进来的话 她可能真的就点了头 明小菊也好无辜 十二月的京城真的是冷 涂水变冰太夸张 但她那桶热水没多久就凉透了 明小菊愣是用凉水把车擦得干干净净 再不进屋暖和暖和 她非得冻死 谁知道那样巧呢 就打断了汤市长的好事 没想到汤市长是这种人 明小菊搓着手 按道杯热水就出去 刘芬被这一打岔 早就回了神 差点被汤红恩动摇了想法 这人真是太会说服人了 说话就是一套一套的 根本是一路牵着他往坑里踩 三言两语就把圣轩的是带过 怎么解决这种事的唯一办法 就只有结婚 小菊你站住 外面那么冷跑傻跑 你就在屋里坐着喝水 明小菊只能冲着汤红恩傻笑 企图用憨厚的外表蒙混过关 汤红恩根本不吃这一套 趁着刘芬脸颊发热 又羞又恼地跑去厨房 汤红恩手指在桌上敲打 小菊同志 我请你到阿芬身边保护他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圣轩找瓜芬呢 明小菊端着水杯傻笑 刘姐不让俺说 你是谁请来的 不让说你就真不说啊 汤红恩手指慢慢放松 这种情况 其实早就在预料之中 他请明小菊来京城 是保护刘芬 替刘芬挡麻烦 而不是监视 阿芬对人本来就好 连脾气古怪的于奶奶 都能被阿芬收服 处处替阿芬考虑 明小菊的叛变 早就在汤红恩的预料中 他其实并不生气 这正是他要的效果 用钱请 用人勤压 都不如被刘芬的人格魅力 给折服了好 明小菊现在还差了点火候 相处的时间短 不如夏小兰身边那个 叫葛剑的更忠心 夏小兰心运葛剑 器重葛剑 给对方各种机会成长 让葛剑佩服他 敬怒他 遇到危险 葛剑甚至会牺牲自己 挡在夏小兰面前 夏小兰吩咐他做的事 葛剑也会想方设法完成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保镖和雇主的关系 这种关系稳固如山 外人不能收买 一个女同志自己做生意 要面对各种复杂的情况 身边正是需要这样忠心耿耿的人保护 香港 葛剑终于见到了坊间有名的风水大师 乌道南 乌道南给香港富豪看风水 不说起私宅要请他布置一番 就算是公司盖楼 也要让他看地基 哪里不合适 让乌道南出手改一改 富豪的心中也能安心 这种事信的就特别信 从房屋地基 墓地悬址 小到家里的每一个摆件 都是有讲究的 夏小兰觉得 二十万港币能轻松请动乌道南 毕竟这时候请香港女星拍戏也就这价位 殊不知 乌道南可比香港女星难请 解决小事自然没问题 要给楼盘电机看风水 乌道南不只收二十万港币 不过有唐人乐居中牵线 乌道南决定得唐少一个面子 陪着葛剑跑一趟捧城 葛剑见了乌道南 就把夏小兰交给他的广告词 送去了报社 香港的报业发达 功能板块区分也很细 还什么都能登 别说是登报卖访 只要掏了起广告费 整版求爱都行 香港也确实有富豪这样干过 金沙池的广告有点不同 直接就是 独享金沙才气 宜居风水宝地 乌道南清赖的楼盘 鹏城金沙池 左邻高端千亩高尔夫球场 右邻乡密湖度假之村 欧洲园林市小区全景 华币一千九百九十九元 每平方米起售 乌道南年近六旬 端是一派先锋盗鼓的卖相 他人还没到鹏城呢 广告就发出去了 说他清赖金沙池 这样办事臭个要脸的开发商 亏的是唐人乐面子大 要不乌道南能将葛剑打出去 一般情况下 不是风水大师亲自布置过的楼盘 他是不会为其背书的 这个启航地产办事太不讲究 乌大师心里不太乐意 葛剑又是一板一眼的性格 不会拍马屁 乌道南到了鹏城心里也不痛快 好在唐人乐的确仗义 帮忙帮到底 在鹏城主动接待了乌道南 先锋盗鼓的乌大师 在豪门扩哨面前也不好白脸色 唐人乐领着乌道南去看金沙池 同行的还有刘勇 乌道南一下车就移了一声 刘勇担心着金沙池的销售 生怕乌大师连戏都不配合眼 不过是走个过场 乌道南要是给金沙池挑出几处毛病 这房子还要不要卖 乌先生 可是有什么建议 唐人乐对风水方面也是半信半疑的 信的一半是受长辈影响 也为了求个心安 他知道夏小兰肯定不信 也知道为什么请乌道南过来一趟 希望乌道南识趣一点 把好话当众说 挑毛病则私下里提醒 乌道南手上的罗盘指针乱转 他道 这是一处风水宝地 你们若开了天眼 就能看见金光漫天 在这里住久了 会沾染富贵财气 他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 乌道南还说小区设计的好 局中一网池 把四周的财气都吸纳了过来 刘永心想 设计的能差吗 好歹是毛康山老师坐镇指导的 什么叫风水宝地 宜居的房子就是 住起来舒适 心情好了 精神面貌就好 办什么事都特别有效率 要是买到这样差的小区 不是地基下沉 就是墙体开裂 整天想着维权 想着和开发商吵架争赔偿 非常耽误经历 工作频频出错 说了邪门一点 住进这样的小区就倒霉 虽然遇到了重生这么神奇的事 夏小兰还是愿意相信科学 用现代家具的理念去解释风水 很多地方是共通的 刘永和葛剑等人以为 乌道南是拿钱办事 配合金沙池的广告宣传 唐渊月却心中一动 他和杜兆辉后来怀疑 金沙池从头到尾都是夏小兰 在自导自演炒作 现在乌道南说这里不错 唐渊月倒是真的遗憾了 如果夏小兰当初肯卖地给他就好了 好地方要让这么多人共享 唐渊月还挺心疼的 乌道南在小区内走了一圈 也算是胜赞 一开始 刘永和葛剑都以为 他是拿钱说好话 乌道南却问葛剑 他现在在两种报酬中 选后一种行不行 后一种就是不要二十万港币 而是在金沙池选一套房 刘永都替外甥女心痛 要是选了一百三十五平的户型 价值是超过二十万港币的 这个风水师傅好精明 唐渊月却越发遗憾 乌道南很爱细羽毛的 金沙池的风水要是不好 他才不会要这里的房子 夏小兰倒是误打误撞 真拿到了一块好地方 乌道南也没像刘永想的那样 会选一百三十五平的大户型 对着沙盘挑了三单元的一个七十平的小户型 这形势让刘永和葛剑都看不懂了 难道真是个高人啊 高人拿了金沙池一套房 围着工地再次走了一圈 在已经封顶的二单元楼下停下 道 地方是风水宝地 老板的运道也很强 两项加持自然望上加望 但凡事过犹不及 这处的刚才要尽快搬开 用细砂堆高 可化解一次血光之灾 把刚才搬走 这也太折腾人了 等乌道南走后 唐渊月却劝刘永 宁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无 乌大师竟然只点了迷津 半点刚才又算得了什么呢 刘永印象也是 但是听葛剑说 这个乌道南在香港的确很有名气 把刚才换的地方堆放 又不要叫他出力 谢谢唐总提醒 唐总真是帮我们大忙 唐渊月但笑不语 他对帮刘永没什么兴趣 但夏小兰亲口说欠他一个人情 唐渊月看重这点呢 葛剑也把乌道南的话记在了心上 只要为了金沙池好 那他就找工人把钢筋挪走呗 毛康山根本就没往跟前凑 风水上的事 他压根不信 而且请乌道南过来一趟就要给二十万港币 毛康山替下小兰心痛钱 又听说乌道南不要港币 要了一套七十平方米的房子 毛康山直骂下小兰败家 轻轻松松就送一套房出去 他还指望着赚钱 宋大娘和他瞪眼 这话你怎么不当着小夏说 你不也怕他听了上火 明明是你自己担心房子能不能卖出去 我看小夏有主意着呢 你只会画图盖房子 又不会卖 不要替小夏拿主意 毛康山骂下小兰败家 却不能当众挫败他的信心 那些香港人 到底有没有那么人傻钱多 这么贵的房子都买 除了夏小兰 启航的人都没必胜的信心 哎 事到临头 后悔也晚了 只能相信夏小兰的这些招数有用了 毛康山也不傻 听说夏小兰和别人搞的服装品牌 花了一百万把广告拿到中央台去播放 半个月就赚回来二百多万 他是搞不懂还能这样赚钱 这和毛康山一辈子踏实工作的理念有很大冲突 这就是时代的浪潮吗 连宁艳凡退休后都搞起了个人工作室 接一单也有不少报酬 只有他自己还没守成规 毛康山一时有点萧瑟 他好像成了注定要被时代浪潮抛弃的老顽固啊 罢了 随他去 请什么香港明星要花钱 请香港神棍也要花钱 会花也会赚 别人不能替他做主 会花也会赚 夏小兰也没想到 毛宝师会这样评价他 毛宝师是担心他 夏小兰不至于不领情 听说乌道南最终选择的是金沙池的房子 而非现金 夏小兰更高兴了 那金沙池的房子会卖得更有保障 乌大师还是很睿智的 既然都给了唐人月面子 过来跑了这么一趟 乌道南送佛送道西 干脆把人情给足 他在金沙池都要了房 对香港购房者来说更有说服力 什么叫乌大师青睐 房子若是风水不好 乌大师也不会再次有房产吗 夏小兰大喜之下 也不忘吩咐葛建 好好招待乌先生 启航和他以后说不定还有合作 我们也不是只盖着一个楼盘 对了 你有没有看见殷经理 我回来后还未见到过他 夏小兰无奈 那按揭手续到底有没有办到 汤洪恩让他等三天就见分晓 这都第二天晚上了 他打电话回家 与奶奶说汤洪恩还留在京城 白天就跟着他妈跑前跑后 陪着去店里 还约他妈去看电影 这套路 俨然是情场老手 他妈是绝对招架不住的 汤大师长是真的一点都不急 好像来京城就只为了求清静 没把有人捣鬼的事放在心中 这是不是说明 情况真的不严重呢 夏小兰也只能相信汤洪恩的保证 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起码照葛建的说法 启航至今没有收到银行 要求提前还款的通知 按揭手续办不了 暂时就先拉住能全款买房的购房者呗 全款买房打9折 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 以一套70平 每平售价1999元的特价房来算 总价是139930元 全款折后价125937元 省了近14000元 香港人再有钱 也不是从天而降的呀 如果有能力付全款 很多人不愿意贷款向银行支付利息 100多套房 如果全部全款买房 夏小兰要少收至少300万 她不心疼这钱 能这么快回笼资金 她比谁都高兴 事实上 她把单价提高后 打完九折也比每平1999元多些 不要相信奸商会真的得优惠 羊毛就是出在羊身上 葛建没看见阴京穿 夏小兰也没法问情况 她也只能心态乐观去想 没事儿 你把工地那边看好 楼盘越是要开寿 越是不能出一点状况 如果人手不够 就请白家武馆的师兄弟临时帮帮忙 事后自有酬谢 葛建 我可把安全问题都交给你了 13号我就来捧城 在我到之前 金沙池不能出一点意外 知道吗 葛建不用赌咒发誓的保证 夏小兰吩咐的是 至今为止她还没有办杂的 这都11号了 启航的按揭手续还没办下来 夏小兰真是一点都不着急 霍晨州还主动想借钱给夏小兰 夏小兰说她考虑下 这一考虑就杳无音讯 似乎对方已经找到了 田田1600万的办法 除了东风控股 谁能借这么大一笔钱给启航 除非又是汤市长出手 为启航找到了另外的资金途径 霍晨州实质交叉 道没想到汤市长是这么多情的一个人 您和舅舅们恐怕都看错了她 英雄气短 儿女情长 这句话 有朝一日居然能用来形容汤红恩 意料之外 又在情理之中 从前的汤红恩 不是对前妻难以忘怀吗 只是霍晨州不肯信 认为那是汤市长对外塑造的痴情形象 如果不是伪装 是真的呢 汤红恩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人 所以外公这么看重对方 有能力和重感情并不冲突 一个走仕途的人如果事事完美 冷心冷肺没有弱点 同僚会警惕他 上风会提防他 下属也不会相信他 没有弱点的人真的很可怕 会随时抛弃同盟者 妈 我看汤市长是不会换人了 您说的对 我们只能和他现在认定的母女俩接触走动 二舅妈那边也是白费心机 圣轩使这样大的力气 又有什么用 汤红恩从头到尾都不看重他 有的男同志喜欢被女人倒追 有的人不喜欢呗 宋南珍喃喃自语 汤红恩这两天就在京城 启航确实不需要接受东风的帮助了 圣轩已经非常聪明了 没有扎呼地打上门去逼刘芬 而是去接近 摸清刘芬的底细 转身则干净利落地调去棚城工作 想必圣轩是有自己计划的 然而规划的再好也没用 招数精不精彩 得看对手有没有接招 圣轩和汤红恩本来就不是平等的对手 圣轩不能引起汤红恩的兴趣 一切都百搭 所以陈州没说错 汤红恩居然是如此多情的人 这对他和陈州母子俩来说是好事吗 宋南珍认为答案是肯定的 多情的人心软 老爷子对汤红恩有提拔之恩 教导之情 汤红恩心里也会激情 宋家这么多人 或许都用错了策略 不该态度强硬地去指挥汤红恩 而是要和对方讲旧情 用柔和的态度去影响他 陈州 我们之前走错了路 不知道家里其他人何时反应过来 希望他们一直保持原有的态度 而我和你已经做出改变 我们已然走到了前面 你去找汤红恩 重新给他一份计划书 不要占蓬城政府便宜的那种 多让出一点利润也没关系 先要让汤红恩信任你 而非排斥警惕 你外公都那么喜欢你 你肯定也能让汤红恩喜欢上你的 那岂不是用他讨好外公的态度 去讨好汤红恩 汤红恩还只是蓬城的市长呢 和外公的高度还差很远 或陈州有点迟疑 这样做会不会太谄媚了 他的脸面也有点挂不住 以前他也没把汤红恩太荡一回事 是因为对方恰好在蓬城任职 那里是国家改革开放的经济特区 东风控股的投资 没办法完全避开蓬城 或陈州才会主动求上门 但他始终没放下高傲 毕竟汤红恩就是宋家的家臣 对方帮他是理所当然 如今宋南珍让他改变态度 霍尘州一时难以接受 他母亲又为何忽然这样说呢 霍尘州猛然抬头 您最近去见过外公 好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